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小助理和他的大明星 第119、120集 差点被曝光,两人正缠绵地忘我 仿佛置身在无人之境般 猛的一阵敲门声,吓得惊吓从床上弹了起来 不小心狠狠地踢了一把路易 路易整个人都处于忘情的状态里 一时没留神,竟然被惊吓踢下了床 整个人几乎是在地上打了一个小滚 四脚朝着地板,好不狼狈 这时,袁爸爸推门而进 发现路易正趴在地板上,有些惊讶 路易,你干嘛呀?趴地上做什么? 路易此时真的有苦难言 他总不能对袁爸爸说 我刚和你女儿正在亲热,结果你来了 他就把我踢下床了吧 他只好故意往床底看了看 转过头对袁爸爸说道 叔叔 那个惊吓说他有只耳环掉床底了 让我帮他找找 是吗? 袁爸爸看了眼睛下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他脸色苍白,嘴唇却烟红得不行 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又一时说不上来 惊吓连忙把路易从地上扶起来 唉唉呀 找不到就算了,我再去买一对就是了 路易起来时 身后一阵刺痛,觉得自己的腰似乎有些闪到了 他常年拍戏,难免有受伤的时候 这次估计真的被惊吓踢到要害了 坐在床上,疼得一声不吭 惊吓看着自家老爸 爸,你找我有事 袁爸爸嗷了一声,叫你们出来吃饭呀 在外面叫了半天,你们都没硬,我就敲门了 惊吓有些心虚地假笑了一下 这屋子隔夜好 我没听到 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路易,走 他一把扯过路易 路易痛地责了一声 怎么了 见路易神色有异 惊吓有些担心地问道 路易揉了揉痛楚 深深地看了一眼惊吓 一有所指地说道 你去我房间拿个止痛膏药给我 我后腰有些不舒服 袁爸爸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路易 路易摆摆手 无所谓地说道 没事,叔叔 就是老毛病突然犯了 之前拍戏受过伤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又痛起来了 袁爸爸将信将疑地看着路易 惊吓急急忙忙拿来膏药 当着爸爸的面 扯着路易的衣服正要往上拉 嘴里还不停地问着 你哪里痛啊 我帮你贴起来 袁爸爸看着自家女儿一个姑娘家 不管不顾地去掀路易一个大男人的衣服 眼里总觉得插了沙子般别扭 他把惊吓推开 使了个眼色给惊吓 惊吓乖地把膏药递给自己的爸爸 袁爸爸的声音如春风般温柔 可是路易却觉得自己全身冒着冷汗 果然做人不能心虚啊 他这次失控受伤 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好端端地 非要去调戏自家的女朋友 哎,自己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在这里 叔叔 你贴我后腰 这里就行了 路易小心翼翼地指着自己受伤的部位 袁爸爸帮他衣服撩了一点起来 然后用手在路易指的地方 用掌心揉了揉 最后慢慢地把膏药贴上去 路易整个后背绷得笔直 不敢动弹 贴好后 袁爸爸语重心长地说道 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啊 不然老了受罪 路易连忙复合道 谢谢叔叔 药膏贴上去 我好多了 我以后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他忍着不试 对袁爸爸讨好的笑着 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袁爸爸恩了一声走出门 惊吓朝路易眨眨眼 嬉皮笑脸地问道 这药膏什么牌子啊 这么有效 一贴上去就好多了 路易有苦难言 只得恨恨地掐了一把惊吓的小圆脸 叹了一口气 泰山排止痛药膏 摇效能不好吗 不好也得好呀 路易虽然腰受了伤 但是作为东道主 他还是想带今夏父母 四处逛逛 虽然大家都要求他 躺着休息下 不过他还是坚持说自己没事 老毛病了 贴了药膏好多了 于是大伙还是听从他的安排 毕竟这是他的一番心意 一起出发去完了 春节的北京 有一点点冷清 很多店都没有开门 人也没有往日多 可是反而是旅游的好机会 因为今夏还没去过故宫 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去故宫看看 原爸爸原妈妈也是对这座明朝就建立好的宫殿 无比憧憬 一帮人正说说笑笑地站在停车场 等路易停好车 路易停好后 今夏赶紧过去挽着他的手臂 关心地问道 你的后腰有没有不舒服 虽然有一点点不适 但是路易觉得自己还可以忍受 不过女朋友的关心他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于是促暇地看着今夏 你帮我揉一下 我就不痛了 今夏娇称地看了他一眼 一只手挽着他的手臂 一只手为他揉了揉后腰 怎么样 路易满意地点点头 摸摸今夏小脑袋 我们走吧 两人跟在原妈妈原爸爸后面走着 路易仔细地看了一下四周 见今夏没有戴口罩 他停下了脚步 从包里拿出口罩帮今夏戴上 温柔地对今夏说道 你和你爸妈在前面的路口等我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 说完后 他又把自己戴着的帽子 带戴到今夏的头上 今夏摇摇头 我不想戴帽子 路易轻声哄道 乖 外面风很大 不戴的话容易感冒 不要变成鼻涕虫哦 今夏有些心不甘情不愿 不过还是听他的话 把帽子戴上 路易见他走远 眼里的温柔 顺时变成了冷酷 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 他走到一个角落里 对着一个拿着相机的男子说道 拿过来 站在他面前的男子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逞强地说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路易哼了一声 用手指指着他 语气中带着威胁 我知道你是哪家的 不想我告你 吃官司 最好把相机给我 男子有些许心虚 本来他只是在路易小区楼下碰碰运气 没想到别的明星没拍到 撞见了路易带着女朋友和家人出门的画面 这种新闻 他怎么能错过呢 所以一路跟到了这里 没想到路易反侦查意识很强烈 被他发现了 事情有些麻烦了 他好不容易拍到了路易和女朋友同框的画面 看来又是一场空 路易见他犹豫 好心地劝道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他是圈外的人 如果谁把他曝光 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你给我面子 我们可以留个方式 就当交个朋友 路易软硬交替 恩威病师 给足了对方台阶 如果这人还不识相的话 他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好在对方还算识相 更何况路易的另一半不是一个圈子里的 也没多大的热度 他也不想因此多得罪一个人 于是把相机交给了路易 路易接过相机 一张张删掉 越看越心寒 好几张都拍到了惊吓的正脸 他答应过惊吓的爸爸一定会保护好他 不让他曝光 两人对公众公开不公开 其实对路易而言都无所谓 毕竟他的感情无需对别人交代 只要惊吓 惊吓得父母开心 他愿意做任何事 路易删完后 心里很气 不过脸上的表情还算客气 他把照片递给对方 下次不要跟我 我就他一个女朋友 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对方尴尬地笑笑 路易从车里拿出一张名片 和一个红包递给对方 这是我的名片 你加我的号 还有 这个红包给你 新年快乐 说完 给了对方一个警告的眼神就走了 男子接过红包 捏了捏 挺有分量的一叠 笑着摇摇头 收进包里 把相机装好 看来大过年的 还是早点收工吧